嗨大家好,我是Kindy23 那我們這次要玩的是聖教軍 他的盾猛 這次是那個盾猛 我們先看一下技能 這次還蠻猛的 也沒有什麼特別要說明他的技能 這是第三招,第二招是減傷的 第四招化身 他也是點減傷流的 他的盾猛會衝向B 還沒準備好 需要更多勝利 還沒準備好 你知道厲害了吧 那那個散光彈68億還是我看錯的 這我看錯還是真的 剛剛那速度我真的沒足以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什麼六十幾里的 有存在這個疑問 我應該是沒看錯 傷害確實是有點誇張 他有護盾 我想說他為什麼還沒死 一百多億 沒錯 那個傷害給你沒救好 我一開始會以為我的怒氣會不夠 可是我看到長光彈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不會 因為他一定是可以蒐集怒氣的一個絕招 但我長光彈按下去之後 我就覺得那個傷害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這是我以前的認知啊 閃光彈就是拿來蒐集怒氣 可是我不曉得他會有傷害 我是不是剛剛去打的時候才知道 剛剛裝備我也沒有很認真在看 然後現在去打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效 你會不會有效 對 你會不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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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配置也打太爽了 這個武器的關係啦 謝謝收看Diablo 3的每週秘境聊天 那我們影片在那邊做個save point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